這個顏色就碰在這裏 水就碰在這裏後面 它就把顏色改出來 因為保持的筆土是淡一點的 它才會有些筆痕在頭上 這個顏色被你撩到亂的時候 你都不用用了 就只要一味紅色加點黑色的了 剛才你看到我現在很多紅色在前面 試一下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它下去 不用用一張紙去蝦的 紙蝦就浪費了 剛才點這些 是不是 這次其實你點這些 點這些都可以的 都是一樣的 它是深色的 你點這些 我寫出來給你看看 你看看 紙不紙花 哪裡來紙啊 哪裡有紙色 你以為 哪裡有紙色 你怎麼蝦都沒有紙色 就是紙花圈的 那像是蝦蜜 它又不是蝦色 它又不是蝦色 變了深紅色 嗯 那這些黏著 這些黏著 那它 筆蜜來說 它不會混淆的 所以這些就是筆蜜的耳原 再點些水 那些顏色就在後面了 它已經很淡了 再點些水 洗一洗這裡 我經常都很難洗的 師叔說洗一洗它 你看看 它已經乾了 又有一個 來看看 拍照 又有一個 然後 窩一下 已經乾了 那這樣你一個組織 這樣你一個組織 這樣你一個組織 能夠清潔的